数千万年前有一个高度发达而神秘的种族存在 他们被称作萨尔拉加,也就是卡拉里语里远方莱克的意思 关于他们的起源并没有人知道 传说他们的故乡乌尔拉存在于另一个空间 无数个世代中,萨尔拉加都在宇宙中撒下生命的种子 希望让他们孕育出拥有纯粹的形体和纯粹的本质的生物 然后依靠他们留在宇宙间的种种线索 通过考验最终来到他们身边 带领他们进入下一个无警轮回 萨尔拉加认为自己只是无尽轮回过程的守护者 他们不会主动去干涉生命的发展 在无数的候选者中,萨尔拉加发现 在位于爱尔行星和哲鲁斯行星上的两种生物 是最有可能演化出纯粹的形体和纯粹的本质 并最终进入无限轮回的物种 我们今天的主角就在这两颗行星之一的爱尔上 爱尔位于银河系的边缘 在萨尔拉加注意到它之前 爱尔上就诞生了一个强大的种族 这个种族的速度和力量远远超过了其他物种 为了生存的需要 他们还进化出了能够进行心灵沟通的方法 萨尔拉加对这个种族的发展感到十分的欣慰 因为他们是最早突破低等生物演化瓶颈的种族 在观察了这些候选人一段时间后 萨尔拉加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乌拉尔进入了长眠 等待千万年后完成进化的纯粹的形体和纯粹的本质的到来 然而哪怕是这些造物主们也并不是团结统一的 在这其中就有一个造物主 埃蒙 他在漫长的时间中对于无尽轮回的使命产生了质疑 而质疑最终导致了他本人思想的改变 埃蒙与他的一些追随者提前结束了自己的长眠 偷偷返回了这个宇宙 打算成为这个宇宙中真正的神 他们回到了埃尔开始对这颗星球上的演化进行或隐秘或直败的干涉 之后心里的文明在几千年内便扩张到了整个埃尔的表面 他们的文明最终在经历了无数部落斗争后 所建立的中央极权统治的部族时到达了这一时期的顶峰 然后埃蒙看到时机成熟 于是便现身来到了他们之中 并且赋予了这个天赋异禀的种族一个名字 心灵 Protos 一记长子 起先事情的发展还算顺利 对心灵们来说 造物主的到来就是对自己的恩赐 他们谦卑地开始对造物主寻求真理与觉悟 而埃蒙也慷慨地对心灵进行着知识的传设 启蒙他们的科技与文明 他在收到了心灵们的崇拜后 也体会到了成为神的感觉 但是身为萨尔拉加造物主的他 留存于这个宇宙中需要的是大量的虚空能量 这也是其他萨尔拉加离开这个宇宙沉睡的原因 这时苦于虚空能量补给的埃蒙 发现了心灵们优秀的灵灵天赋 与虚空能量的链接 通过一些实验 埃蒙成功地利用心灵个体的生命力 从虚空中吸收能量 然后他再通过吸收这些心灵体内的虚空能量 来给自己充能 但是进行这一过程会造成这些心灵个体的死亡 而且这时随着埃蒙对于心灵物种进化介入的种种原因 心灵们对于科学和知识越发地表现出了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 这使得他们越来越极端和激进 这让心灵的每个个体都开始急确地寻找自己的角色 而无法像以前一样团结 随着他们个人意识的增长 心灵变得极其骄傲 并且开始视个人成就更重于集体进步 那些科技更发达的部族 开始觉得自己比其他部族更加优秀 甚至开始断绝与其他部族的往来 连他们族人之间的精神链接也失去了功效 就在社会越发动荡时 心灵们突然意识到了最近部族中 越来越多的失踪人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他们开始怀疑并相信 那位造物主就是这些失踪案件的罪魁祸首 而自使为神的埃蒙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作为 他认为造物就应该向自己这个神奉献生命 这时个人意志强烈的心灵们 已经认为自己遭到了造物主的背叛 他们愤怒地向埃蒙发动了攻击 而作为神明的埃蒙 因为这些造物的反叛也改变了自己的记号 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离开了埃尔 向哲鲁斯行星死去 从这时开始 他打算彻底毁灭无尽龙回 再以埃蒙的名义重塑这一切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神 而心灵部族随着埃蒙的离去 在他们思想里剩下的是困惑与疯狂 他们因为之前的极端与激进 自己造物主的背叛与欺骗 以及哀梦走后留下的虚空能量的肆虐 开始在整个种族的绝望之中 转而攻击彼此 这便是银河系历史上 所记载的最为血腥暴力的内战 万世之战 无数代的心灵在万世之战期间自相残杀 曾经高傲的神之长子 退化成了一群冷酷杀手组成的狂暴军团 传说甚至连广大的爱尔大陆 也被疯狂的部族战争所摧残 无数的资料被焚毁、遗失 那些令人绝望的真相被他们主动遗忘 这导致后世的心灵把之间的历史理解成了 就是因为自己对科技太过极端的追求 才导致了造物主的最终离去 这时似乎整个心灵文明 都游主在了毁灭与绝望的边缘 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因素 导致了万世之战的结束 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 带来了根本的改变 在复仇、杀戮、树苑的故事 在这个星球上一代一代上演时 一位神秘的心灵学者 开始热衷于挖掘爱尔星球上的奥秘 关于这位学者的真实姓名 已经被遗忘在了历史中 他一般被称为卡斯或者带来次序的人 他游利于各种遗迹之间 研究了一些古老禁忌的萨尔拉家教义 未发掘的文物 和巨大的被称为凯达林水晶的古老神器 这块水晶是被造物族所遗留的 卡斯通过他自己引导水晶的原始能量 使他能够进入其种族 那被人遗忘的灵的链接之中 数千年来第一次 星灵们的原始情感被挖掘了出来 来自其他星灵的情感 如潮水般涌入卡斯的脑中 卡斯意识到 星灵并未失去他们的原始链接 不过只是忘记了如何协调他而已 卡斯认为可以通过灵的链接 来贫富族人们心中的各种强烈情绪 他聚集了许多年轻的星灵 教导这些新一代的战士们 如何进入他们潜在的灵链接 这些年轻人被从围绕在他们身边的 可怕战争中解脱了出来 并且清楚地感知到了其他人的存在 他们意识到这场种族冲突是多么的愚蠢 星灵们甚至开始觉得 或许远古的传说里 造物族选择离开他们是正确的 因为他们的种族精华 在其自我意识浮现时就已然腐化 他们确实是个失败的造物 而现在是时候结束这场冲突了 卡斯开发了一种种族灵能发展系统 这一系统能够训练新一代的心灵的意志 并使他们远离父辈们不断重复的错误 这一技术被称为卡拉或是升华之道 卡斯通过卡拉在心灵种族内 灌输了一种新的精华意志 渐渐的许多心灵放弃了他们古老的树仇 并团结在日益增长的卡拉大众之下 这标志着万世之战真正的转折点 与第二纪元的开始 随着这场可怕战争的平息 各个种族再一次开始和解与团结 这时心灵们都开始信奉卡拉 这一技术也开始渗入心灵社会的方方面面 团结一致的心灵在卡拉大教育下 再次开始了发展 他们的科技再次复兴 并且成立了最高议会 将社会划分成了三个阶级 卡莱 圣唐武士 与执政官 心灵们严守着乌达的教条 遵循萨尔拉加造物主的行为模式 照顾和保护了一些在他们底下生活的物种 有趣的是 心灵们也和了一些传统的萨尔拉加一样 拒绝介入或是操控 他们所保护的生命的进化过程 在最辉煌的时代 心灵一度掌控了造物主萨尔拉加 在宇宙间探索过的星球数目的八分之一 心灵们又一次迎来了自己最为灿烂辉煌的黄金时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